你们就跟我说度假导的马蜂窝越来越嚣张了 真的假的呀 这马蜂窝不得快被我打解伤了吗 我就是几天没完单排马蜂窝组织不能反思这么快吧 这皮进来不也没看见马蜂窝吗 哪有马蜂窝呀 连个人都没有 我靠现在度假导怎么变这么多马蜂窝了 我这干皮第一把就撞上了 我记得前阵子撞马蜂窝 我得皮个六七把才能撞到啊 看来这单排度假倒不了没有我采风人啊 他们又开始了 每次一进来就隔着椰子树下面跳舞 来来来 都给我排好队 一轮简地里面一个大白菜 这一我马蜂好像五六只硬碰硬的话 肯定不好搞 我们得想办法打入敌人内部 嘿 这个圣性宝宝不是前两天被我徒弟制裁的那有我黄色马蜂吗 他怎么加入绿色马蜂了 难道黄色马蜂已经被我徒弟打解上了吗 这一我一看就是刚组件的马蜂窝 我们直接给他们打解上 前期跳点的话 我们稳健一手 选择南海王上面这个房区 他这个房区是有一个刷射点的 收好物质以后 我们直接开车 全组寻找这一我马蜂竟然有个家伙跟我们对跳 他跳的那个房区很穷的 ok 我们是王正东楼直接去跟他拍头挺脚步 这个家伙在那边卡四角 我们给他来个赏光档 不靠什么鬼 这赏光档怎么给我自己赏到了 问题不大 他没发现我们 我们用无声部跳过去 这小子还是马蜂窝组织 我们必须给他拿下 这无声部是真好用啊 兄弟们 他还是一联盟不知道哪打的 我就说吧 这件房子是真的穷 他连把信任的签都没有 直接给他的绿色皮子扒了 能不能混进马蜂窝内部就靠这件衣服了 所以往这个野区的话 物质基本够用了 前面有签身 我们去看看是不是马蜂窝组织 刚才天生就在这一块的 怎么没看见有人啊 我靠 这不是绿色马蜂吗 我靠 怎么自己人都打 我本能反应 我就下车了 这一步还好 我下车下的快啊 不然我就被他们扫下来了 这他哥的一个不小心就扎进了马蜂窝的脑巢 这件衣服拯救了我呀 就不该变车皮 变了车皮以后 他们都看不见我穿啥衣服了 这个城区全是马蜂 赶紧躲起来打个要别让他们发现了 这他哥的兄弟们全是人啊 我看他们抱团了 我也赶紧来跟他们抱个团 别一会我露线了 他们这么多子马蜂在一块应该发现不了我吧 我都不敢站一块跟他们对视 我就生怕一会他们给我吐吐了 左边马路又过来一只 我靠 他们开始集合了 这阵仗他们是要干嘛呀 看他们这阵仗像是在抱团狗疯 他们一直隔着乱撞 我这没有头马蜂 我神气不好下手呀 机会来了 兄弟们 他们隔着集合跳舞了 我看这样子 他们估计在合影 这个带三级头的绿色马蜂没动 估计他在截图还是在开录屏 我老激动的兄弟们好害怕呀 就在这时候 我突然想到我徒弟那个画面 对呀 他们挨的这么近 我先给他们拿两个阳墓大能 直接给他们偷偷的逛个雷 这时候我估摸着他们对底的语音都炸了 哪个家伙封的烟 别封烟呀 趁热我们赶紧灌点颗雷进去 等雷炸了 我们就上来收割 他们还跟着动港光波 直接给他们干全球覆墨了 这真是我制裁过睡解气的一次马蜂了 对面也是忍不住打开了 全部卖 我真服了 这一窝被我这样一整 又得回去开马蜂大会了 你们这些单拍马蜂窝主子 有一窝 算一窝 迟早有一天 你们都得被我制裁一次 被马蜂窝遮过的兄弟们 请记住他们的id 等着看 我会一一把这些马蜂窝击破的 我们下期见拜拜